你們覺得這個配偶之間的 忠誠度比較重要 還是是肉體忠誠 還是要精神的忠誠 你現在問的是我 那不然還問你 不然還要問誰 不是為了社會大眾代言 是為了我個人的看法 你做自己 我個人的看法是認為 當然是精神忠誠比較重要 我完全沒有在在乎 肉體忠誠這件事 我本身就是一個性觀念 非常開放 開到爆的一個人 我都開到爆是不是 就是完全可以性愛分離的人 而且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我現在四十二歲 我很明顯的可以感覺到 跟我二十出頭的時候比起來 會越來越重視精神方面的契合 可是你們都結婚了 兩個就是在一起生活了 所以說 不是應該就是要很忠誠 大家不管是精神還是肉體 所以你也不在乎 你老婆生的是不是你小朋友 所以我是同性戀 我生不到的肚子 不用那麼 太細緻了 這不細緻 那阿德老師你覺得就是要 肉體忠誠比較重要 還是所謂的精神忠誠比較重要 我覺得這兩個都不重要 因為當你覺得重要的時候 就表示說 你想要這些事情 是完全在你掌控之中的 當你要去掌控這些東西 你又沒有能力 也沒有方法的時候 然後他又那麼重要的時候 你便找死 對不對 就是你要覺得重要 是要你有能力去掌控 所以你沒有那個能力 你去許那個願望不是找死嗎 我覺得通通都很重要 我剛剛阿德老師的看法 從來沒有一致過幾乎 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事實上 為什麼人家講的很多美好的詩篇 都是強調願得一心人 白首不相離 所以其實這忠誠這次是 因為他很難得 所以他很珍貴 那就我個人而言的話 我覺得這兩樣都很重要 如果你一定要再選一張 在婚姻裡面的話 對我而言 我覺得肉體比較重要 為什麼我會這樣選擇呢 為什麼我會這樣選擇 因為我覺得 就是當你活得夠久的話 我們曾經可能都會錯過 一個最愛的人 那可是只要你在行為上 那個做好分寸 我尊重他這個部分 對 但是我的重點是說 他在行為上有分寸 所以我尊重這個部分 但是錯過才會變最愛的人 不錯過都會變成罪恨的人 哈哈哈哈 好但是我就要說 真的如果有一天非常的不幸 你的配偶就是外遇了 你會請求這個法律來介入嗎 你說的是精神外遇 還是肉體外遇 就是好你最就是 我剛剛已經說肉體外遇 I don't care 那精神外遇的話 如果你發現他就是在對啊 那也不會求法律的介入 因為精神外遇代表他不愛我 對不對 我們的關係已經無法繼續下去 我不可能藉由告他 讓他愛我 假設我是他的位子 我已經不愛我的配偶了 他告我了 好那我愛你一下好了 沒有這種事嘛 他也不會是真的愛我 所以如果是精神外遇的話 法律是幫不上任何的忙 好啦阿德老師 那你覺得呢 我不會告啊 因為我覺得 如果說告這件事情 我可以得到一些什麼 那還有一個道理 可是我告這個過程裡面 我可能還要惡度傷害 我還要讓彼此之間 有很多關係再也回不去 然後做了一些 哇 可能永遠會後悔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告的過程 就會變成是一個傷害 所以我的建議是說 就是與其要告 不如好好去瞭解說 為什麼會有到 後面要告的一個 源頭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當初在走進這個婚姻 走進這個法律的時候 其實我們根本就沒有去瞭解 就走進去了 所以你都不知道 你會遇到什麼風險 和什麼責任 甚至你有沒有能力 就去做了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那冰森姐呢 我是絕對不會告的 雖然我覺得 我需要在法律上的保護 是哪一個部分 所以我剛剛按中間 對 因為我覺得在我很多朋友 在打離婚官司的時候 幾乎都打得真的是家破人亡 什麼叫做家破人亡呢 意思就是說 因為你進入法庭之後 你一定要小提大作 為了要證明我是對的 所以最後就是打到憂鬱症了 而且更可怕就是 通常要小孩出來作證 就是小孩支持爸爸 還是支持媽媽 把小孩搞得人格分裂 所以整個家庭就降散了 但是我為什麼剛才說 需要可能在某些部分 需要法律的介入 就是說當犯錯的那一方 進行脫產 然後就在感情上 已經就背叛了 在金錢上也背叛的話 我覺得這時候 就是需要法律的介入 在情感上 那我不會要求法律給我個公道 今天就這個題目 雙方來好好的討論一下 那我們請我們的正方的小隊長 來抽一下宣後的順序 好 請瘦一下 那就是由我們的正方 來進行申論 好 首先呢 先來請我們的正方 進行申論 第一棒呢 是王思佳 時間有兩分鐘 倒數計時 開始 好 有些人呢 不願意走入婚姻 很簡單 因為他對他自己並沒有信心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 在婚姻當中 該不會要有法律的介入 所以你那些什麼性自主 你愛跟誰尬 有沒有道德觀 有沒有性愛分明 那是你自己的事 如果今天你要走入這個婚姻當中 它等於是一種契約 什麼叫契約 你要有公開的儀式 去證明說 你的婚姻是實際存在的 那既然你要做這個冒險的事情 你就必須要履行這個契約 為什麼呢 就像我們去跟別人簽約的時候 為什麼要簽這個合約 因為怕雙方說話不算話 我們大家都聽過 你寧願相信這個世界上有鬼 也不要相信男人的那一張嘴 所以我跟你結婚之前 我必須要確定這個契約裡面 我是不是可以有得到 平等的一個待遇 所以我們要按照這個契約 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當然這個契約成立的時候 他已經受到法律的保障了 所以你不能說 我今天跟你結了婚 我愛尬誰 那我就去尬誰 因為我自己高度 我自己舒服 你舒服的時候 那我們在幹嘛 你不能說結了婚之後 這件事情要放爛 那你要這樣 那你不要結婚 你既然要結婚 你就要付起這樣子的風險 而不是結了婚之後說 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我今天就是突然 已經愛上別人了 那可以 你要違這個約 你就要遵循你違約之後 可能會受到的一些懲罰 你要去走這個程序 就像你簽了這個約之後 你要去解掉這個約 是一模一樣的 像同性為什麼也要結婚 為什麼大家在追求 同性的婚姻 那是因為 就算大家的性別是一樣的 可是我們也要得到的一些保障 而這些東西 你一定要在法律的規定之下 我們才可以去得到 我們應有的一些保障 如果說你今天大家都說 我自己的自由最大 那OK啊 那這個世界上就沒有法治了 我愛尬誰就尬誰 人類之所會跟動物不一樣 為什麼 我們有道德觀 我們有法律的保障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一隻公司要尬三隻母獅子 誰在乎 哪一個人他會出來說 你偷行 然後你偷吃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有法律的捷入 謝謝 很猛烈 接下來請到的是我們的新娘 同樣也是兩分鐘的時間 倒數計時開始 配偶之間的忠誠度 需要靠法律來介入的話 那這一段關係 早就沒有情感可言了啦 換句話來說 就算沒有法律規範呢 原本對配偶忠誠的人 也不會因此影響 或是淡化他們的愛情 所以你要用法律 去逼迫一個人 只對你忠誠 這段婚姻 其實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一段婚姻是需要靠兩個人的感情來維持的 而不是法律 來告訴你到底是誰對 還是誰錯 說白了 你都無法維護你跟配偶之間的愛情了 還要法律來幫你管嗎 請不要把私人感情糾葛 跟公眾利益混為一談 清官難斷家務事 家醜不能外揚 我認為家就是一個講愛的地方 如果沒有了這個愛 用法也沒有辦法去挽回的 法律在婚姻上面 可以制裁資產的處分 但是是無法挽回這個家庭的 結婚的時候 兩個人簽訂的是一份誓約 而不是契約 愛情容不下一力沙 但是當沙子近到眼睛的時候 其實你只要閉一下眼睛 或是流一點眼淚 其實眼睛就不會那麼不舒服 所以說情感真的不需要法律來介入 法律介入夫妻之間的感情 只會造成永久的傷害 還有更大的一種憎恨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欣揚 那接下來呢 正方換到的是我們的BONNY 同樣也是有兩分鐘的時間 好好把握了 倒數計時 開始 愛情是電光石頭那一瞬間 但我們覺得那太淺了 完全不足於定義愛情 真正的愛情是 我知道我有很多缺點 你也有很多不足 但是我們約定好 要一起走下去 不管順境或逆境 我不會離開你 題目把忠誠制約分成兩種 第一個是沒有制約的關係 有點像是我跟我常常去買菜的阿婆 他只要不斷提供便宜又好的菜 我就會不斷回去買 但是我如果遇到一個阿伯 他用更便宜的價格賣給我更好的菜 我就去阿伯那邊了 我拋棄阿婆 為什麼 因為我的利益 比我跟阿婆之間的關係還要重要 可是如果有制約的關係 我跟阿婆簽了約 我的菜就是只能從你那邊買 那我就不能在路上遇到阿伯 就跟阿伯買菜啦 因為我會被罰 如果我真的覺得阿婆賣的菜有問題 太貴了 我就去找阿婆討論 我們一起解決問題 我們想像一下 當婚姻完全沒有任何法律介入的時候 會是什麼樣子 我一遇到難題 我馬上掉頭就走了 因為我完全自由 我沒有任何後果要承擔 而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在婚姻裡面要一直不斷的廣告我自己 我要隨時笑嘻嘻的 我要確保我的菜價永遠壓得非常非常低 你才要來買 因為外面永遠會有阿伯 賣更便宜的菜 更新鮮的菜 人通常就是遇到問題 我能躲就躲 因為要面對問題 要面對衝突 實在是一件太累人的事情 我們不像對方說的 我們就是兩個人可能個性都非常完美 我不需要任何制約就可以 一輩子負責 一輩子忠誠 一輩子致力於解決婚姻的問題 我們不像對方這麼完美 但是婚姻這一紙合約 就是告訴你說 你們簽了這一紙合約之後 要不然就是你花未來的50年 繼續痛苦的裝傻 要不然你們就是離婚 其中一個人很可能會很窮的 走出這一段婚姻 要不然你們兩個就給我坐下來 好好解決問題 好 謝謝我們的保密 接下來就換我們的 駐大獨學痕 那同樣也是兩分鐘的時間 倒數計時 開始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大部分的婚姻誓言 最後都是 until death do us a part 致死方休 如果人類社會已經進展到 我們必須要靠合約才行的話 那最後一句話應該是 until contract do us a part 到合約結束為止 我想剛才幫你講的 我很同意 但我認為在愛情之中 沒有人需要委屈自己 沒有人需要因為合約的延續 而不停的覺得自己的菜價比較低 比較便宜 請大家去買我 不要買別人 如果我們只能靠法律 來介入來維繫愛情的話 這個愛情自始至終 不是愛情 它是合約 如果只有合約的話 那就沒有愛了 如果我跟我老闆 簽了一個僱傭合約 難道我愛我的老闆嗎 我跟我的員工 簽了僱傭合約 難道我因為這個合約 而愛我的員工嗎 簡單講 忠誠愛情 是沒有辦法用合約限制的 不管各位怎麼天真的以為 時代力量的林昌佐 當初出來選的時候 是掛時代力量的黨員 你能夠用合約 阻止他跳出來 因為時代力量快要乘船了 所以要跳出來選五黨籍嗎 韓國瑜出來選的是高雄市長 你能夠用合約阻止他 不要出來選總統嗎 沒有 結論很簡單 如果你覺得這個人 違反你跟他之間的承諾 信念或者他對你的愛情 就罷免他 離開他 這樣是很簡單的事情 高雄人已經證明 這是可以做了 為什麼我們還要用 更麻煩的方式 用合約來限制 除非你心中 只想要振興法院 振興律師 振興法警 否則你還是去用三倍券 來振興經濟 不用禮婚 好 謝謝我們的主打 謝謝 那看看接下來是我們的這個 子生了 同樣也是這個三分鐘的時間 好好把握了 倒數計時 開始 大陸各位大家好 其實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比如說剛才提到罷免的例子好了 我們需不需要罷免 我們需要 但是要怎麼罷免 其實是不是需要法律 需要嘛 我們的罷免也是依照法定程序來的 生活當中 社會當中有很多重要的價值跟利益 他都需要透過法律來維繫 或者是實現 比如說剛才老師有提到說 很多人他為了要打離婚官司 其實弄到自己非常的痛苦 身心俱疲 眾人有沒有有 那他為什麼還要去打這個官司 很簡單嘛 因為不打離婚官司 他可能更痛苦 所以我們要理解到一件事情 法律擺在那邊 你要不要用 你有你自己的判斷 當你不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選的不提高 這完全沒有問題 可是對生活上有些人而言 哪怕是痛苦 他依然要走到這一步 因為欠缺法律的保護 他日子會過得更慘 那這個也就是 這個法律 他存在的重要價值 那進入到我方的論點 我方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兩個人的愛情 忠誠這種東西 他是內心的 他是抽象的 他是精神的 我們怎麼靠法律來介入呢 法律好像只能管行為而已 可不可以先釐清一個觀念 其實一個人的內心 跟他的行為是分不開的 所以不要再相信那種什麼 我只是跟他上訪 沒有愛他這種屁話 他就是分不開的 那所以這就是我們法律 他可以著夢跟介入的 他比如說他們剛才有舉到一個例子 說公司裡面 我跟員工簽約 他就有辦法對 員工什麼忠誠 愛他什麼之類 當然沒辦法 可是法律有沒有做事情 有喔 有喔 比如說哪怕是在很現實的商業世界裡面 公司的負責人 對公司要不要付忠實義務 要喔 我們的刑法上面有沒有背信罪 有喔 或者是哪怕791 他現在已經宣布通見罪違憲了 可是他違憲的理由只是說 這個處罰過重 違反了比例原則 大法官在他的解釋裡面 明明白白的 也肯認了這樣的法律存在 對於婚姻的違憲 是有正面幫助的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乃至於 我們現在目前社會大家共有的價值 那更別說像重婚罪 這樣的規定也是存在的 所以雖然我們以前 對方剛好也有提到啦 就是說加手標外揚 法不入家門 這其實非常非常過時的觀念 現代的法治社會國家裡面 其實關於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婚姻 乃至於身份繼承 其實有大量的法律 不管是財產問題上面 我們有夫妻財產制 自由處分金 或者是涉及到 小朋友的撫養跟教養 你說是兩個人 如果都沒有愛了 那法律可以給他什麼幫助或保障嗎 走到這個階段或許沒有 但你要想一下 那你們小孩 監護權要歸誰嗎 你總是要有一個rule 來處理這些事情 那這些都是我們法律上面能做 而且是社會上很多弱勢都需要的 如果欠缺這些法律的規定存在 他連個理都沒得依靠的時候 那就要靠自己原始的力量了 對不對 那在社會上很多弱勢 他就無法去保護他自己的權利 所以說我們才說 我們其實依然是需要法律的 那這個道理不特別 法治國家 我們不是人治國家 重要的價值跟利益 由法律大家共同來維繫跟保障 謝謝 好 謝謝紫森 不愧是這個 最近在準備律師考試的人 法條非常的清楚 接下來還能換到的是我們的反方 我們的訊號 同樣有三分鐘的時間 好 準備了倒數計時開始 大家好 其實是紫森剛剛講的 比較不像是在討論 婚姻需不需要靠法律來介入 因為他講的其實是 婚姻其實是靠法律所建立的 大家要知道 婚姻的制度 本來就是依靠法律來的嘛 可是婚姻的制度裡面 講的是我們結婚了 婚姻的過程中 我們應該各自負擔什麼樣的義務 如果我們離婚了 那各自應該要怎麼處理 離婚之後的後續 這其實是一整個婚姻流程 甚至是一整個婚姻的制度上的本身 而不是我們在討論 真正的婚姻介入 核心大家其實最爭議的婚姻介入 其實講白了 就是前陣子剛通過的通姦嘛 我們其實就在討論 我們透過直接的法律 來限制律異辦 可不可以背叛我 如果他背叛我就要受到刑法的處罰 用這個方式來維持婚姻 這其實才是我們今天討論 這個題目最最最核心的 而不是那些邊緣的婚姻的 後續的其他的處置 那如果在這個討論的環境底下 其實我們就會理解一件事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維持婚姻呢 其實可以有兩個角度 來想想看 為什麼我們要處罰被叛婚姻的人 第一個當然是婚姻的建構 大家傳統常常會說 婚姻建構其實是作為社會的基石嘛 先有家才有國嘛 我們先成家後立業嘛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會不會覺得整個社會裡面 以家庭作為一個基本的單位 所以維持家很重要 但老實說這個觀念呢 其實是蠻傳統 但是其實是不符合現代時代的趨勢 因為其實以前家非常重要 有很多觀念 比方說生兒孕 小孩基本上生小孩一定要結婚 因為如果你不結婚 你沒辦法提供小孩一個 健康的完整家庭觀念 沒有辦法提供他一個好的的 倫常 比方說一定要有爸爸 一定要有媽媽 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這傳統的家庭裡面 所負擔的功能 社會以前很依賴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不是 所以我們會知道 現在底下 再透過法律去維持整個 家庭以至於 治癒社會的功能 其實沒那麼重要 就像培德老師剛剛說的一樣 我們在討論這個法律的時候 其實討論是所有人 所有人的事情 所以對整體而言 社會家庭的維繫 是不是還是這麼必須呢 其實就很難說 那第二個層面呢 其實是講 我們當然前面講過很多 就是對於配偶的律師 他其實保護的律師 就是配偶 像執政剛提到 保護那個弱勢的人 可是其實保護弱勢的人 如果我們只是要有一個 一套既定的處理程序 現在也這樣也沒問題 但是如果要討論刑法 其實他大部分來說 通姦罪其實在處罰 在幫助你滿足那個 報復的慾望而已 可是其實法律一直都不是在維持 或保障個人 單一的感情問題 所以其實這也是一個使用刑法 來限制婚姻一個錯誤的觀念 那最後我們再講 最後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們真的覺得 婚姻這麼重要的話 其實透過法律去保障他 其實是沒有效果 甚至有反效果 因為其實在婚姻的過程裡面 一旦我們破裂 想要訴諸法律 我們就必須在各個環節裡面 去蒐證 去對付公帑 而這個過程裡面 反而是婚姻最大的破綻 創造在對付公帑的過程 反而讓大家 再也沒有重求就好 謝謝我們的訊號 好 聽完了這個第一輪 我們先請我們的評審們 來秀一下我們的持方 你們覺得呢 第一輪下來之後 哪一方比較能說服你呢 可是老師你覺得正方 好 我目前我先給正方好了 先給正方 好 你也是還是反方 那冰青姐呢 正方 喔 給到了正方了 好 為什麼裴德老師 後來給了正方 大家討論的是 婚姻該不該有法定程序 正方認為 婚姻應該要有一個 法定的契約來保障 用法律來保障契約的效力 反方認為這個 婚姻跟愛情 就是這種事情 根本不應該有一個 用法律來介入的 這會造成什麼影響呢 這造成的是 如果因為民法 對於契約的保障 而帶來的利益 是不是可以歸給正方 如果李訓豪挑戰成功的話 就不可以 如果他挑戰成功代表 我們今天只能談 刑法對於婚姻的要求 才是這個標準 但是如果沒有挑戰成功 那就變成可能都要判斷 對 所以就接下來這個戰場 可能還得要再搶一陣 慢慢再來劃分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的阿德老師 就是三方 我覺得都有討論 不同層次的問題 譬如說 清官難斷 教育室 然後家是講愛的地方 尤其是那個眼睛紗 靠近眼淚流出來那個 我印象很深刻 就這個其實有點破一些點 所以我覺得 反方會讓我覺得 就是他有在 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裡面 正方好像離這個題目有點遠 不會 我覺得正方 今天講得很有力 然後所以讓我們從那個中間 然後就偏正當了 特別是子生 我覺得他剛剛講的那個 前面是醞釀 前面兩位辯手是醞釀 然後子生已經把他做一個 很籠統的 方方面面的一個統合 我覺得基本上 我們還是要強調 愛情是愛情 婚姻是婚姻 婚姻絕對不只是愛情 婚姻因為它的複雜都太多了 所以才需要法律做一個 有系統的保護 那如果只是愛情的話 我們就不要講到婚姻